好,我们来看一下6.1跟6.2的练习题,大家做得如何,还行啦,还有三个人拿满分,大部分人都是7分以上的,这个5跟6分的要再加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有什么难度,来 OK,第一题,两个物体相互接触的时候,它们之间要发生日传递的话,它们什么东西要不相同,它的温度会不相同,因为日传递是日量,传递日量是从高温到低温,所以它的温度要不一样,不是它的日量要不一样,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如果你概念不清楚,你就会选这个了,概念不清楚,才会选这个 OK,那它传递的是什么,那传递的是日量,所以这里,这题跟上面那题其实是有关系的,它温度不同,它才会传递,那传递传什么,传日量 OK,那这个是传温度啦,是错误的讲法,刚才我好像有提到 我不知道每次错误的示范,大家就提起来这样,传温度是错误的讲法 所以关于日传递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是传什么呢,传日量,所以日量是从高温传到低温 不是日量从日量多传到日量少,并不是这样子 然后也不是温度从高温传到低温,不可以传温度啦 然后温度从日量多传到日量少,这个更更加错 OK,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那个错误的啦,我们记得那个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一个想法,温度,日量,传递日量从温度高传到温度低 OK,温度高传到温度低,传日量过去,大概是这样子 好,日量的单位呢,是交耳,这个就大家都对啦 应该这边没有人弄错啦 瓦特是功率,天克是质量,凯尔文是温度 这个交耳才是日能啊,功啊等等的这个单位 下面哪一个活动不是日传递的应用 推日贴,我们有讲到啦,推日贴加来降温是那个日传递的 那如果我冬天的时候要开暖炉,暖炉那它也是一种日传递 那热水倒入这个冷水,然后呢,冷水就会升温 这个也是用利用这个热水的日传递,传给那个冷水 虽然这个课本没有提到,不过这个逻辑上呢,应该可以理解的 对,但是如果你点亮台灯,把座位变亮 如果你讲说,当然台灯的用途不是为了要变温暖的啊 所以如果是暖炉,这个把座位变成更温暖 这个反而是对,但是灯的话呢,用途是把它变亮的话呢 这个不算热传递,这是光能的传递而已 对吧,这个就不是啦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变温动物呢,不能够自身,不能通过自身的调节温度体温 所以下列哪一项不是变温动物通过热传递来调节体温的一个方法 这个主要是调节体温的方法 这个意思是说哪一个是错误的啦 哪一个是错误的,哪一个跟那个热传递没有关系 那我们知道课本有提的是,炎热的夏天呢 它会在躲在阴凉的,阴凉的这个岩石底下,这个课本有 寒冷的时候呢,它要晒太阳,这个也是课本有的 如果正中午的时候,你遇到科目多龙,你要逃去这个沙滩 那这个科目多龙逃到沙滩的,去到沙滩的时候呢 它碰到这个沙滩,太热了,我就不要过去了 对吧,它就不会再去攻击你啦 这个也是我刚才特地有讲到,这个其实也是有跟变温动物有关 但是Donkey呢,那个为什么错 我也讲说冬天,我在讲冬天的时候,那个蛇冬眠好像也是有关系 我特地把它换成熊了,熊是什么动物,熊本身就是恒温动物啊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考什么 传递什么东西 这个是你只要看到这个变温动物,你就要知道说熊本身都不是变温动物 所以熊冬眠跟这个变温动物的这个调节根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放了蛇,我还怕那如果放蛇好像可能有 所以我特地换熊 好,再来下列有关这个热传递的速度和者正确 我课本有提到啦,如果我的这个温差越大的话呢,热传递是越快的 不是温度越高,热传递越快,不是温度 当然一般来讲,如果你的这个水的温度很高 像那个,跟环境的温差一般来讲会比较高啦 不过这个不是,不是key point,key point是在讲的是它的温差 我可以温度高,外界也温度高,这样也是没有办法 热传递也不会快嘛,对不对 所以自然冷却的时候呢,像温度下降是不均匀的 这里是写均匀就错啦 那再来的是质量,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质量越大,温度下降越快,其实倒转 因为温度,因为你的这个质量越大的话呢,代表你的这个日能整整个储存在里面的热能也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储存的能量比较高,你的温度下降应该也是温度下降会比较会慢一点吧 我觉得是慢一点啦 anyway,这个课本提供的答案是这个 好,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二个小节了 那科学家把大量粒子的无规则运动称为日运动 那下列有关日运动的说法,哪一个是错误的 温度越低,日运动越不明显 是的,温度越高,它的日运动就越明显 分子运动越快,日运动就越激烈 也对 日运动指的就是粒子的无规则运动 也对 日运动就是布朗运动这个错啦 刚才我有讲到,虽然都是无规则运动 但是布朗运动讲的是那个花粉粒的无规则运动 日运动讲的是粒子的无规则运动 所以日运动跟布朗运动要区分开来,它们是不一样的 下列关于日能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个,温度越高代表日能越大,好像对哦 日运动剧越剧烈代表日能越大,也对 日量跟日能的单位是相同的,对都是用交额 零度C的冰块没有日能,这个我们课本特别有提到的,应该是零Kelvin 才没有,但是问题零Kelvin我们又做不到,所以日能来讲呢,不管你多冷啊,日能都会存在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讲法 OK,不管你多冷,你的这个啊,你的这个日能都会有 OK,只是多还是少不了,可能冷的话,温度,日能就会少一点,不过绝对不能去到没有日能 OK,绝对没有办法去到没有日能 啊,这个是一个故事来的啊,这个,这个是我上网看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宁波 我看到好像是香港,香港的一些地区,他们特别的把那个垃圾房放冷气 我有点说说的,我们人都没有放,我们,我有时候为了节省,节省店我都还不开冷气 结果你会开一个冷气给那个垃圾,有没有搞错 所以,那个是一个,结果我上网找,哎,也不只是这个香港哦,宁波也是这样子哦 他把这个垃圾呢,放在一些冷冻裤里面,保鲜,啊,有点欺欺得哦 也不过呢,他的,当然他的效果很多,第一,他温度低,他的分子缓慢,扩散速度也大大减少 所以你不会嗅到臭味,哦,你的垃圾不会嗅到臭味,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当然是他的这个,细菌啊,温度低,细菌呢,比较难滋生 所以难滋生的这个,这个,这个,呃,这个,呃,垃圾呢,就不会被分解 其实是细菌滋长分解了,之后才会有这个臭味 所以呢,这个C的这个讲法呢,是倒转的 温度低,细菌呢,是比较难滋生,所以他不会有臭味 哎,不会有臭味 OK,那当什么比腔对冷空气不敏感啦,比较闻不到气味啦 这个讲法不是很对的啊,这个不是很对啊,跟日运动有关系才对 冷气使气味消失,这个很废话啊,所以这两个大家都没有选 OK,那第一个的讲法呢,啊,才是正确 当然这一题我是有修改过,原本的题目好像是在讲那个冷菜跟热菜啊 啊,所以冷菜跟热菜也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温度,冷菜为什么修不到气味,因为温度低啊,分子运动缓慢 所以扩散的速度呢,也会啊,慢很多啊,大概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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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